2005年会考卷1B第4条 这条题目说,在学校里面有三个人的小组 有以下的对话,原来他们在假期里面 要完成一个海报设计 其中一个说,不如我们在家里工作 然后透过互联网沟通 即是不用约出来开会,大家透过网页沟通 另一个说,当然可以,我们可以利用视像会议和电邮 来沟通,不用约出来 这条题目要小心他的字眼 首先他说,当在设计海报的时候 可以怎样用视像会议和电邮呢? 还有最重要就是要举一个例子 即是说你要讲怎样用和举实际例子 在设计海报的时候可以怎样用 第一个,视像会议 视像会议可以怎样用呢? 不用约出来谈 即是我们可以透过视像会议来讨论海报的设计 这就是其中一个说实际例子 可以透过视像会议来示范 一个制作海报设计需要的技术 即是在会议里面可能有些 怎样做法 可能有些怎样画法 怎样拿笔 怎样做些效果 这些技术可以在视像会议里面分享 可以透过视像会议讨论 实际上在设计海报的时候的分工等等 这些 总之要讲回透过视像会议实际上在设计海报 可以做到些什麽 第二个,电邮 透过电邮可以做什麽呢? 电邮如果用来联络 不如用视像会议联络 不用视像会议而用电邮联络 当然就是用电邮的附件功能 即夹一个档案 变成可以透过电邮互相传送 已经制作中的设计档案 如果再清楚些 就是透过电邮的附件功能 互相传送一些设计档案 给其他成员